在湖南省的一个偏远山村 住着一个叫徐满红的小女孩 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病经常发疯 父亲因为一次矿男儿变成了残废 只能靠捡垃圾为生 还没有到上学年龄的小满红 却被学校提前安排到一年级 面对这样的生活 她该如何坚强地走下去呢 徐满红出生在张家界的磁利县 她的家乡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才五岁半的她 本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快乐无忧的生活 但她却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责任 她的父亲曾经是个矿工 但在她十八岁那年 一块巨大的煤炭从天而降 砸中了她的头部 这场事故不仅让她的身体残疾 还让她的智力受损 从此她就只能在家里使活买废品 徐满红的母亲也是一个不幸的人 她患有严重的轻光眼 几乎双眼失明 而且她天生就存在之力缺陷 一旦犯病就会在家里打砸东西 在徐满红出生之前 她还有一个哥哥 可惜不幸夭折了 为了帮家庭减轻负担 徐满红经常跟着父亲出去捡垃圾 然后以美金两毛钱的价格卖掉 加上父亲每个月领导的八十元地保金 这就是家里的全部收入了 徐满红每天晚上回家后 就要忙着做家务 她虽然只有五岁半 却已经会逃命生活炒菜了 母亲白天总是捡一些湿漉漉的木柴回来 烧起来冒着滚滚浓烟 让徐满红可个不停 尽管日子过得十分委屈 却从不说一句怨言 她的家里有一小块菜地 里面种着一些大白菜 小满红每天都会去摘一棵回来 学去菜根 仔细地在一个破旧的桶里洗干净每一片菜叶 然后把菜翻炒好 吃饭的时候 董事的小满红总会将饭菜先端给父母吃 而自己只吃一点点 剩下的都留给爸爸妈妈 妈 你为什么自己不吃了 满红 不吃了 有关吃 不吃了 给你呢 我吃 那抱回这个 妈 她知道父母的辛苦 想让他们多补充营养 她总是笑着面对生活的困难 不让父母担心 吃完饭后 父亲会给她烧一桶热水让她洗澡 小满红很自立 从来不让父亲帮忙 每次清洗头发时 头发总是痒得不行 她不知道是为什么 其实是她的头上已经长满了狮子 有没有用药啊 没有 徐满红最亲的人是她的爷爷 每次想到爷爷她就会开心地笑 爷爷也很疼她 可是为了不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增添负担 自从奶奶去世后 爷爷就搬到了村下的寺庙里住 只有偶尔才能见到徐满红 爺爺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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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红 血带血带 拿去拿去拿去 小满红 你们去回家安安安啊 我喜欢你啊 你身上就一百多一点 一百四十几块也对 你给了他一百了 哎呀 哎呀 妹妹不要 你都说些好多钱 好两天没有钱 我我我我还 我还啊 我妹妹拿去啊 妹妹拿去 她快哭了 她留哪里回来 请花呦啊 玩个儿干死的 玩个儿给您的爷爷去个儿干死的啊 不是啊 明白啊 不是不是 第二天 小满红一早就和父亲一起出门了 她们像往常一样去捡一些费品卖钱 妈妈则留在家里忙着皮柴做饭 回家后 薛满红的头皮一直很痒 她想要捡到自己的头发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可是她自己捡的时候总是捡得乱七八糟 看起来十分难看 记者看到了这一幕心里不忍 决定带她去镇上的理发店给她换个新发型 理发店的老板很热情 给薛满红涂了一些芝士子的药水 然后给她捡了一个可爱的短发 薛满红看到自己的新发型十分开心 心里充满了感激 她多么希望自己的母亲也能像这位阿姨一样 温柔地给她梳头 关心她照顾她 因为贫穷 薛满红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她没有玩具没有零食 更没有新衣服 甚至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可她还是一个孩子 她的心里还有着对未来的憧憬 相信有一天她会克服困难成就自己的未来 薛满红不是一个孤单的例子 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孩子 他们也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看完徐满红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希望在评论区 我希望在评论区